口罩扼上门拿着标配球棒 一下车就往店家走过去 对着强化玻璃门一直挥一直挥 一度想推开门进去砸店 发现锁住了 场面尴尬 只好继续用球棒敲门 同一批人还出现在这边 十多个人以多欺少包围路边这名男子 不断出脚踹他 而到谁了被害人一脸捕萨撒 对方自称是新竹在地的风飞沙 前往这些人的首脑住处空间 他家里是开小吃店 警方正常搜到的手机证物类 要找出更多涉案成员 林贤到案了之后都避重就轻 说可能是打错店家了 这个以25岁林姓祖贤为首的暴力集团 自称风飞沙邦旗下的风政会 成员约10人左右年纪都很轻 都是新竹在地恶霸 胡耀于竹北地区到处趴趴走 喝酒闹事还向店家收保护费 有时和隔壁桌走客发生口角 就料一怕小弟当街围殴对方 至少两人受害 另一起揪中杂电事件 警方则不排除和保护费纠纷有关 但毕竟风飞沙并不是正式组织 林姓祖贤自立门户 自称风政会分会长 在地角头大佬们听都没听过 看他们眼中不过就是仗着帮派民意 逗处弄事的小朋友而已 TVB的宣传朋友也太好了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